我盡量不哭 我盡量不哭 我是虎媽 不能變病貓 但真的沒有想到 在我的故鄉 檢察官竟然起訴我兒子 這弟兄三好開直播 原本以為就補白安做和起訴 靠到一杯品嘴一杯麥菜 想哭就放聲哭 這是我們家沒有別人 有幫助孫彭這位 家鄉酒精的造工 讓弟兄跟新瓜來賣相幾個講出來 想要不要吵架外號碎 也想要吵架吵架 尤其是那個生理妹 那就是生理妹啦 Oh My God 要講到這個生理妹跟他媽的故事 就要等到5年間 今天我跟這個球友 你們拍到 我覺得是遲早的事情 因為我們是很正常的打球 當年後 要拍攝了白球的身分 跟這位叫做林小偉的路主 常常做會打球 對 但是這沒什麼 有什麼的是喝小酒的孫彭 按時沒回家 快點是去替林小偉贏導 接下來林小偉又做孫彭的事件 這麼鬆開一半的事情 當初因為手上頭的車子 大家都叫他 但是這車子 快點是直接 所以孫彭跟孫彭的關係到底是 不是 我這陣子是沒有助理 對 所以他有時候會幫我處理一些公事 你要缺了到女方的那個住處是不是 那不是 那是我的工作室 那迪音姐過的意思 為什麼 為什麼要生氣咧 唉 又說下去就難看 那來的時候 迪音大棟做行為主權 不管外面怎麼說 我相信我後 就是相信 沒有人可以破壞外家庭 因為現在看起來 弟兄的婚姻 沒對時間沒去喔 現在還回來 搶職這位林小偉 那這位小偉 後來還會給王傳儀 兩個人還生了一個女子 現在都是每天都是享受著 韓儀弄的 最多的孫彭 王傳儀表示 就不要繼續回應 現在這幾歲 真幸福 沒有希望去 讓無段的事情交流 他這14號也有問題 不過他沒有這電話 也沒有回信息 錄了動新聞 想哭就放聲哭 報答